这是一个水比命贵的星球 只有爆发户才能喝得起美味可口的冰镇啤酒 而偷水的穷人则被关在玻璃牢笼中晒出身体所有水分以示惩罚 可偏偏这个男人却从保险箱里掏出了刚刚买到的新鲜草莓 他随意拿出其中一颗塞进嘴里 那酸甜多汁的感觉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要知道这种草莓普通人工作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 毕竟在这个资源即将枯竭的末日星球 所有生物都在拼尽全力争夺饮水资源 大街上遍地都是那些脱水被抓住等死的倒地带 然而这个满身银白色毛发的男人却很不一般 他静止走向步伐者聚集的黑市里面 从一个粉嫩可爱的三哥手里买到一份从地球偷运过来的高档货 要知道这种灰金如土的男人就算放眼整个宇宙都会显得非常迷人 殊不知他还是一名价值1500万欢乐痘的通缉犯 男人刚刚坐下身子准备来上一杯冰啤酒解解口 他就发现身旁有人正在悄悄地盯着自己 原来三人正是附近赫赫有名的赏金猎人三剑客 他们说最近有人花大价钱悬赏男人身上的命根子 可他刚刚掏出手枪就被男人一枪暴倒 一旁的小弟还没反应过来就当场隐喷西北 慌万之下对方一枪射来直接打碎了男人的右手 看来这次真的有点凶多吉少 对方今天势必要将他的命根子拿去换赏钱 大黑刚刚将散弹枪上男子弹 谁知下一秒自己就被路人给插了一刀 女人告诉白哥他并没有恶意 仅仅只是看不惯刚才那几个赏金猎人这才上前帮他一把 然而最诡异的则是白哥虽然断掉一条手臂 他只是简单的包扎一下 似乎断手对他来说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殊不知男人这不可思议的身体构造 也被另外一伙赏金猎人给当场盯上 而男人对此却毫不知情 他自顾自地坐在荒郊野路上吃着一些简单烹制的食物 没想到黑市上的那个奇怪女人不知何时也跟了上来 原来男人拥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无论身上的任何地方受到伤害 他都能在短时间内重新生长出来 甚至这种能力可以让他实现永生 也正是因为他那与众不同的基因 导致整个宇宙各方势力全都想将男人的金蛋蛋 拿回去做深入研究 现在唯有自愿和女人前往地球 才能躲避那些仇家的攻击 可男人又不是傻子 他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他带着女人来到侠捕身处 然后在一个隐秘的角落里推开一栋石门 随着那自制的手工电梯不断上升 女人简直不敢相信在这末日废墟之中 竟然会有如此美丽的世外桃源 甚至就连极其缺乏的水资源 这里都能做到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真是想象不到男人独自一人在这里活了二百多年 他迎着夕阳打开了那核从地球走私过来的新鲜草莓 然后放在嘴里仔细地回味着大自然谨慎的馈子 为了能让男人随着自己返回地球 他决定使出毕生所学彻夜说服男人 然而午夜时分女人突然被不断响起的警报惊喜 他在屏幕里清楚地看到几个外星人已经彻底包围了这片侠物 四个人全副武装很明显是为了捉拿男人而来 然而他们不知道男人早已躲在暗处等待着他们 一个雇佣兵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隐恨西北 看着躺在地上抵直的队友 其他人赶紧全体戒备 男人抽刀刺杀那一瞬间被对方轻松躲过 看来这个雇佣兵还是有点东西 男人眼看马上将其收服却被其他人给发现 队友二话不说就开始射击 结果轻松就把自己给当场击了 反观男人那边竟然没有受到一丝伤害 他本想一枪爆头 但却没想到蜥蜴人竟然皮糙肉厚 连续两枪就打掉了男人的一条胳膊和两条大腿 走到男人附近他还不忘再补上几枪 可他却忽略了男人拥有着超强的自愈因子 只是那一时疏忽便让自己丢了性命 男人再也没了力气躺在地上 最后一个雇佣兵本以为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得到老白的金蛋蛋 可万万没想到女人竟然及时找到了这里 雇佣兵的老板坐享鱼翁之力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坏蛋死无法多 他自己却根本不知道 直到男人看着眼前这般模样的女人 他才知道原来女人是个拥有人类意识的机器人 从这天开始女人不再邀请男人一起前往地球 而是和他一起生活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末世庄园